这位同学问 如果弟子享受菩萨戒 应从哪里学起 是否每天应松练戒条来提醒自己 确实是这样 不过我想 如果是享受菩萨戒 最好你每一天念十善业道 你如果能把十善业道真正做到了 你就是个真的菩萨 比受菩萨戒的功德殊胜太多 我为什么这么说法 因为受菩萨戒你未必能做到 你要做不到 你没有功德了 那是挂名的菩萨 有名无实 不如一个真正实实 老老实实的修行 十善业的 连菩萨都赞叹 天龙 鬼神 恭敬 保护你 我们为什么不老老实实 我们为什么不老老实实 做到一条 你是真正的受了 不必将行事 用不住在戒坛 去受这个仪式 那个都不是真的 真的是什么 是你真的做到的 菩萨戒本 没有受菩萨戒的人都可以看 只有出家人 比丘戒 比丘尼戒 沙弥戒 沙弥尼戒 这个戒本在家人不看 这个是佛不识的 佛为什么不识 在家人看这些戒本呢 出家人受的戒 也未必能做到 破戒犯戒的事情太多太多了 你不懂啊 你对这些出家人还蛮尊敬 还有个恭敬心 恭敬心你是修福啊 你是在极善修福